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由上百条单身手连妹巨献的残剧《空中蛇斋》 证人男偶然目夺了一起犯罪组织的凶杀案 从而遭到犯罪分子的追杀 为了让男主能顺利出庭当证人指认凶手 联邦调查局使出了一招暗度陈昌之计 让证人男和警察秘密乘坐普通飞机掩人耳目 但没想到犯罪组织已经在航班上秘密放着了一堆毒蛇 然后在乘客的花环里撒了吸引毒蛇的药水 装满毒蛇的货箱在预定的时间开启了 但飞机上的人却毫无察觉 甚至还有没凶没少的小情侣打算在空中开炮 蛇一看很生气 欺负单身狗就算了 现在连单身蛇都不忘过了吗 于是小情侣率先送上了双杀 紧接着空虚寂寞的单身蛇们 静静轻弱了客商 上演了一场动物世界 春天来了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一条雌性小蛇正与另一半享受着爱情的欢愉 但雌性小蛇显然没有什么幸运 另一半对他的大胆示爱表示出了抗拒 射性大发的蛇们入侵了驾驶室 机长在赶蛇时误撞了逃生系统 传而放出了更多的毒蛇 突然出现的毒蛇使乘客们瞬间陷入慌乱 警长领导大家建起防御攻势 并与同事取得联系 同事找来了毒蛇专家 但由于毒蛇品种太多 需要的血清也难以估计 于是警长带领众人去寻找死蛇 并传出照片 但空姐却发现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 飞机正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此时飞机忽然开始剧烈颠簸 而蛇群也趁机突破了防御攻势 还好警长跟空姐主角光环上身稳定坐了飞机 幸存的人们也转移到了上城 重新建立了防御攻势 此时地面警察也成功找到了泛蛇窝点 获得了试用抗毒的血清 但是由于机长死了 如何让飞机降落成了一个难题 小胖生气没人比他更会玩飞机 于是亮出自己宅男身份 成功获得了操控飞机的权利 而警察则领导众人将机舱开了口子 利用气压把毒蛇吸了出去 最终飞机成功迫降 警察跟证人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来说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内容